人民币正式入栏 欢呼声中我们还要警惕什么 就是它意味着倒逼 你加快人民币的汇率自由兑换 货币竞争的实质是什么 薄薄一张纸背后有核玄机 今天你们在各个方面所听到的 各种各样的对中国的批评 试图让中国能够形成金融信用的国家政治信用 垮掉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 面对危机 中美政策谁把人民摆在第一 大量投资还是投到了金融领域 就出现了占领华尔街 他是注重实践的理论家 今天在中国正在说的舞台 他将如何以亲身经历 解释复杂的金融全球化问题 把一部分人民币资产 转投到海外 购置成美元资产 您觉得这是好主意还是收主意 从危机成本转嫁 看世界风云变换 从人民利益 看货币主权消涨 知名学者温铁军 为您讲述用脚走出来的经济学 福相伴能永远 福建能源集团提醒您 稍后更精彩 讲好中国故事 发出中国声音 这里是东南卫视 中国正在说节目 我是主持人郑若霖 历史往往是这样的 当一件大事发生的时候 有时候会山崩海啸 惊天动地 令所有的人都为之震撼 为之动容 但是呢 有的时候 一件历史大事 也会在悄然无声的情况下 静悄悄地就发生了 像这次人民币进入 国际储备货币篮子 SDR 就是这样一件大事 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对我们老百姓 对我们的国家 对世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我们很高兴 请到了一位专家 来对我们进行深度解说 他就是我们今天的演讲嘉宾 著名学者 中国战略思想库成员 温铁军教授 有请温铁军 温铁军教授您好 您好 非常欢迎 我记得很清楚 五年前 我在法国参议院的一次辩论会上 邂逅温教授 当年您就此 谈论的就是国际金融问题 当年就给我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影响 那时候欧债危机正在爆发 就是 我手里有一张 一百元的人民币 我想请问温教授 这一百元人民币 在人民币进入国际储备货币篮子 之前和之后 有什么区别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不仅郑老师你关心 其实很多国内的朋友 也都非常关心 因为大家手里 现在多多少少 都有点票子了 对 那进了SDR 这票子到底是值钱了 还是不值钱了 对 这恐怕和每个人的利益 都息息相关 好 比较我说呢 对国家来说 它的意义更为重大 其实它意味着倒逼 你加快人民币的汇率自由兑换 也就是说这个汇率自由的问题呢 本来还可以延荡一段 但现在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 就是时间表至少是紧了 好 货币的命运 人民币的命运 牵涉到我们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 就如温教授所说的那样 那么如何维护我们货币的主权 下面就有请温教授 为我们做演讲 谢谢 温教授 谢谢大家 但是我想先做个纠正 刚才郑老师说我是专家 我其实特别不敢当 我希望大家理解 就是我今天能够跟你们 所说的这些事情 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 我是靠自己用脚走出来的 每一个我的观点 都一定有调查研究作为依据 我特别相信的是 眼见为实 耳听为虚 刚才郑老师拿的那张人民币 上面印的那个头像 是毛泽东 我经常会这样问大家 为什么在中国是毛泽东 在印度是甘地 在美国 他是美国的几位著名的总统 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头像 放在这张纸上 跟大家说个实话 是因为一张纸 它就是一张纸 只不过比我手里拿的这个纸 质地要印 可能要贵几分钱 但它也只是一张纸 为什么这张纸 印上这种 所谓图画 头像 它就能够当一百块钱去用 就是因为国家 以政治强权 向这张纸 做了负权 国家负权 使这张纸 有了信用 这叫做纸信用 并不是纸本身增值了 而是国家 向这张纸 做了负权 但是 都是这样吗 你们得注意 中国和美国之间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不是一般的媒体 所说的那个意识形态 特别是在金融资本阶段 这两个国家 真正的不同是什么 中国是以国家 它的政治强权 对纸币 做了负权 形成的货币体系 为什么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一直坚持 货币主权 是国家的核心经济主权 是因为它由国家 直接掌控 由国家直接调控 美国和我们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美国的货币 是由私人银行家 形成的那个代表 私人银行家 利益集团的 联邦储备委员会 美联储 来决定它的货币政策 来决定整个货币的运行 它的政策 直接由国家来执行 也就是说 国家的政治军事等等 这个强权体系 是服从于 私人金融资本利益集团 所形成决策的 这两个体系 是完全不一样的 注意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中国是不开放货币的 我们靠着自己的国家信用 来货币化 我们自己的资源性财产 货币化我们自己的实体经济 所形成的收益 归中国国内占有 这是我们长期坚持的东西 那当然西方就觉得 你这样不好 你为什么不把你的 这个货币 变成自由兑换货币 允许我们进来 我们进来呢 就可以用我的纸 来占有你的资源 或者占有你的实体经济的收益 这个差别 各位可以想见 就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快的发展 是因为中国一直坚持货币主权 那现在加入SDR 很多人都说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话 但我倒很难这么乐观 有很多甚至是陷阱 在我们前面 我们必须防止 我们跌进去 我希望大家思想能多少丰富一点 把事情看得复杂一点 21世纪的国际竞争 或者叫做全球化挑战 主要是金融资本阶段的全球化挑战 竞争也主要是金融资本的竞争 这个时候 竞争的主体是谁 是企业吗 是个人吗 你们在摇头都不是了 金融资本阶段 竞争的主体是国家 所以今天 你们在各个方面所听到的 各种各样的对中国的批评 某种程度上 是试图让中国 能够形成金融信用的 国家政治信用 垮掉 在我们之前 已经有过这种教训了 在座的各位年轻的朋友 大部分是90后了 你们要么没有经历过 要么可能连听都没听到过 但这却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段故事 那90年代呢 我在美国学习 当时是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正好赶上苏联1991年解体 因为苏联刚刚崩溃 所以人们就说 铁木已经被我们搞垮了 你们中国只不过是个竹木 不出三年 你们一定垮 这个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 那我觉得不行 我作为一个研究人员 我得去看看 所以我就想尽办法 买了机票 买了车票 我就去了苏东国家 已经解体的 前苏联东欧 社会旅阵营国家 我一气跑了七个 花了四十天时间 最后的结果呢 是我绕地球转了一圈 说一句题外的话 你们猜 我绕地球一圈花多少钱 能猜得出来吗 让你大胆地想 你也想不到 我一共花了不到两千美元 等将来 我老了 我会写一本 两千美元环游地球 那我现在想跟大家说的 还不是我当时怎么 找便宜票 怎么住老百姓家 不是那些 而想跟大家说的是 我所看到的 让我最震撼的 那个场景 什么 就是一张一百美元支票 立刻换出 这么厚的一档 大票子 后面的那个零 我都不知道 应该怎么数 我们当年在北京 还是毛票时代 我们五毛钱坐地铁 三毛钱打电话 七八毛钱吃一顿饭 我们不习惯 那张钞票后边 有那么多的零 所以到哪儿 无论是坐公共汽车 还是住店 还是吃饭 抽出一张大票 给人家 你看应该说多少 我不会算 哪个国家都这样 走完了一圈下来 我发现 苏联东欧国家 没有进入货币化 他们一直停留在 实体资产的 实体产品的交易上 叫金户会的换货贸易体制 你给我多少吨小麦 我给你多少台机床 你给我多少台汽车 我给你多少台船 它是换货 因此呢 它不用货币 货币当然民间在使用 但是大宗商品的交易 它是记账的 任何一个方面的 陡然的变化 都会影响周边各种利益集团 据温铁军介绍 金户会及经济互助委员会 是前苏联组织建立的一个 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 政治经济合作组织 当年 前苏联东欧国家 长期停留在实体经济阶段 并非自绝 而是利益 因为主导国前苏联 可以凭借金户会的 换货贸易体系 获得价格减刀差的 最大收益 因此 前苏联没有动力 开启货币化进程 尽管当时它的物质产品 生产总量世界最大 但如果按照GDP统计 就不是世界第一 甚至远远小于一些 西方国家 1980年代中期 以美国文首的西方 将原本的国民生产总 织GNP测算体系 改为GDP测算体系 GDP统计对于金融化的经济体 或许是个好东西 但它对于停留在实体经济的经济体 显然是个坏统计方法 与西方一笔GDP数字 苏联东欧明显落后了 于是有了体制落后说 制度落后说 思险落后说 甚至人政落后说 于是乎苏联东欧从政治体制改革优先 这一改 先改掉的是政权体系 政治强权一旦解体 同步发生的 就是没有政治强权向货币付权 于是货币体系陡然坍塌 过去我到俄国 就前苏联的时候 一对双职工 存一辈子的钱 大概有个三万卢布啊 五万卢布啊 大概这么个价 因为它是按国际价格三分之一结算 所以一个卢布等于三个美元 当年我去的时候 就一个美元换4800卢布 因为自己的本国货币坍塌了 所以大量的外国货币 无论是美元还是英镑 还是德国马克 还是意大利里拉 还是法国的法郎 都涌入苏联东欧国家 彻底的洗劫了一次 不是剪羊毛 不是剪羊毛 是洗劫 无论你的资源 还是你的实体资产 整个经济崩溃 人民陷入贫困 那些没有希望的人 酗酒自杀 这个社会的整个乱象 也就不可遏制 所以在这个阶段上 我说那个教训是非常深重的 所以我91年回来以后 写了一篇报告 解释苏联东欧解体 到底什么原因 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 实体资产 或者叫做产业资本阶段 我们得加快我们自己的货币化进程 并且用我们自己的主权货币 来货币化我们自己的资产 我们自己的资源 同时就意味着你创造了巨大的 中国货币增长的空间 你们鼓掌说明你们理解了 谢谢大家 中国的人民币正式成为市场交易所普遍使用的货币 也就是说货币发挥它作为商品交易的中介功能 是什么时候 有没谁注意 中国恰恰是在1992年 苏东解体一年之后 放弃了所有的票证 过去你买粮食 你要用粮票 买油要用油票 买布要用布票 什么时候放弃的 1992年 文铁军认为 1992年是中国的货币化元年 自此 人民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发挥它作为商品交易的中介功能 而中国启动货币化 恰恰与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 大规模的货币进入市场 带来大规模的交易 而国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进入工业化原始积累 攒下庞大的资源性的物质资产 在八十年代基本形成 在1992年经济货币化后 这些物资可变现 使得中国按照GDP统计的财富总量大幅度增加 随之中国经济陡然进入高增长 虽然不能将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高增长 简单地归功于中国启动货币化 但货币化对于助推中国经济增长 发挥了重要作用 某种程度上也比较了中国重蹈苏联解体的老路 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 无论是老少男女 请问你们 有谁相信中国的中农工舰四大行会破产 有相信破产的举手 为什么你们都认为它不破产 是因为到现在为止 中国的中农工舰四大行 80%以上的资本金来源于国家 它破产就意味着国家破产 所以这个大银行加入国际金融资本的竞争 为什么它被当成是一种威胁 是因为2008年发生华尔街金融海啸的时候 你们知道谁破产了 雷曼兄弟银行破产 为什么自有资本金不足 快账率过高 那在西方这种情况发生 你就应该按照市场规律破产 而在我们这儿 对不起 因为是国家是最大出资人 是最大股东 资本是国家的 所以你破不了国家的产 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以后 美国率先量化宽松 接着是欧盟 对吗 不 其实同步量化宽松的是中国 美国人在三轮量化宽松 总量是3.8万亿 我们的第一轮量化宽松 2008年到09年 我们就1万多亿美元的总量 所以中国几乎是和美国 同时推出的是量化宽松 只不过 我刚才讲到两种不同金融资本性质的时候 请你们注意 美国的量化宽松 大量增发出的货币 这个流动性 60%以上并不在美国 进入到了期货市场 特别是国际上这些影响 世界的国际民生的这些期货 比如说粮食期货 美国人一量化宽松 粮食期货立刻斗涨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都是以小麦为主食 所以他们都需要小麦 小麦价格就涨了100% 那些支付不起 小麦价格斗涨的国家 就变成饥饿国家 饥饿国家就发生社会动乱 社会动乱就被定义为颜色革命 不看金融资本在背后的 那个始作俑者的那个作用 只看到这些国家的问题 说明你至少是一个 蒙了半只眼睛的人 好了 那中国 它并不是把增发出来的货币 投进期货 或者是投进其他投机的金融市场的 它投进哪儿呢 基本建设呀 我们正好在这个阶段 除了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 那是基本建设 还有大量的投资 投进了三农建设 从2006年以后 中国每年 用于农村基本建设的投资 大幅的增长 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几 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向农村投了十几万亿 十几万亿约合两万亿美元 世界上可有任何国家 向农村不求回报的 投两万亿美元的呢 而我们投的结果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们大规模向农村投资的客观结果 是现在农村的户口 比城里人的户口值钱 你现在这样农民放弃农村户口 你说你放弃农村户口吧 给你一个城市户口 农民不干了 所以从方方面面看 我们说我们的投资 投到了什么呢 改善城乡差别 进一步 我们原来的投资是投向 西部大开发 中部崛起 东北振兴 我们的投资是投向于 区域差别再平衡 过去不是沿海先富了吗 靠国家投资 我们把中西部也搞起来了 现在中西部各省的增长率 快于东部各省 开始出现了劳动力回流 所以我们说城乡差别 区域差别 都在中国的这种投资条件下 出现了重大的改变 谢谢 谢谢大家 一带一路 正此对于没有钱的国家 有哪些好处 基本建设互联互通的工程 人民币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 还有很长的权 中国也没有这种野心 我们其实并不想要 人民币真的成为世界储备货币 福相伴能永远 福建能源集团提醒您 稍后更精彩 我从1968年就上山下乡了 在山西吕梁山不大的村子里面 插队 后来又当了兵 当了工人 所以我在工农兵这个基层的生活中 摸爬滚打 滚了一身泥巴 凡事难免从底层社会 从一般劳苦大众的角度来看问题 你要立地还要顶天吗 我所谓的顶天呢 是你要了解天下大事 国际社会 在进入新世纪之前 债务主要是发展的国家 现在大规模负债的是发展国家 美国一国的债务 是全球GDP的总和还要多 发达国家的金融负债 550万亿美元 那因此他就把游戏规则改了 不用乱了 而是把债务干嘛呢 打包变成资产 在债务市场可以卖 可以买 然后变成债务期货等等等等 他反而用债务派生出来一大批衍生品 推动整个虚拟资本扩张 为什么美国特别强调 国际经济规则是我们制定的 你们只能跟着 你们只能服从 你不得改变规则 因为你是发展的国家 发展的国家就说 那我当年 我们得卖我们的资源 得卖我们的劳动力 卖掉我们的福利 卖掉我们的所有一切 来还你这个债 今天你们付债了 你们为什么不还呢 这东西怎么合理呢 所以你们看到了变化 看到了不同 你们就应该知道 如果是私人银行家 作为利益集团 他们所形成的决策 当然所得到的收益 主要是在私人银行家 也就是说 大量投资 还是投到了金融领域 投到了华尔街的 金融资本集团 他们的手里 因此他们继续 在做金融资本市场的投资 很少有美国的投资 投向实体经济 但其结果呢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 就出现了 99%去占领华尔街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代表 99%的得不到好处的人 我们要去占领华尔街 因为你们华尔街 占有了大量的投资 你们形成的只是 投机收益 有利于少数金融资本集团 那我们得看今天 中国从2012年 明确把生态文明 作为发展战略 到2015年 这个世界扶贫大会 召开的时候 中国人正式承诺 我们要在2020年 消灭贫困 我们如果真的能够 相对的消灭贫困 那对中国来说 就意味着三大差别 完全得到了缓解 也就是说 我们所强调的公平公正 我们所强调的社会和谐 我们所强调的全面小康 我们所强调的中国之梦 这些 恰恰是在国家掌控 国家金融资本的条件下 只要是国家仍然能够有效的 控制金融资本 让它朝着国家战略的 那个目标去前进 让它按照国家战略的需要 去操作 那我们即使 推进了人民币的国际化 我们也仍然是一个 有着庞大的实体经济 作为基础的国家货币体系 所以我们也就不用太大的担心 我就向各位报告到这儿 谢谢大家 非常精彩 把如此复杂 如此难以理解的一个问题 讲得那么透彻 而且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把我们经历过的一切 如此清晰地分析出来 不好意思 真是这么高的评价 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金融问题专家 他实际上在背书本 从一本书背到另一本书 背到另一本 他有很多的概念 都是从书本上来的 但是当他拿到 现实生活当中去 他就无法解释 刚才我在听您演讲的时候 和一位小青年 我们一起聊天 他也提到 当时一美元兑4800楼付 戈尔巴乔夫 他当时一个月的退休金 就是4000楼付 也就是一美元 所以一个国家崩溃的话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无法想象 我也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们现在好像 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有很多舆论要求我们 这个银行也要私有化 这是为什么 难道他们就不懂 这个政权才是维持 我们这张纸的信用的坚强厚盾 这里面恐怕有几个背景吧 第一个背景呢 我想是因为客观地看 这些年从事实体经济的投资 没有很好的回报 对 那大家看的呢 好像是银行还赚钱 银行还赚钱 尤其是前几年 实体经济越不景气 银行好像那个收益 反而是越增加的 对 实体经济做一年 做下来变成富的了 对呀 所以很多资金 是从实体经济吸出 离开实体经济 试图进入金融经济 所以客观背景呢 是有这样的需求 另外一个客观背景 也很有意思 你们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实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 在上一轮金融改革 所遭到的最大的困境 就是中央把金融权上收了 我们过去县一级 都有金融权 都是各个县级行 都有独立的审贷的权利 但是经过1998年以后 到2002年 我们大体完成了 金融体制改革 推进了银行商业化 法人权上收的中央一级 好 我们选出了四位观众代表 第一位代表 是金融界的傅先生 好 您请 温教授你好 在人民币纳入SDR 货币篮子的前一天 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 他说过两句话 第一 他说人民币要成为全球储备货 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中国必须进行深入的改革 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第二 他说美元作为全世界的储备货币 正在被广奋地使用 这是美国经济的一种独特的特征 我的问题是 这个杰克卢 他越是强调美元不会受到人民币的威胁 是不是就说明 这人民币的威胁是确实存在的呢 谢谢 咱们先得说美国财长亚克布鲁 他的这个判断呢 是客观的 人民币要想真的成为世界储备货币 确实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到目前为止 美元仍然是世界第一储备货币 这个地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客观结果 不是主观的 我们得知道因为二战中 各个国家都得把他的黄金白银送给美国 才能换来军火 才能打仗 所以战后 美国就储备了世界60%的黄金 那发行了世界70%的货币 这个时候美元独大 美国决定世界的经济政治秩序 这是二战的客观结果 中国现在说老实话 是因为它的经济体量太大 它还在产业资本阶段 还没有从产业资本阶段 完成向金融资本阶段的惊险一跃 所以中国并不急于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 这是一个道理 接着我们说中国也没有这种野心 我们其实并不想要人民币真的成为世界储备货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人民币不会威胁到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 谢谢 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没这个意愿 我们没这个意愿 但是我们这人民币 今天在很多交易场所跟俄罗斯比如说 我们就现在用人民币交易 这是不是对美元的一种威胁呢 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还不一样 我们跟其他国家建立双边货币协定 就是为了结算用使用人民币 如果我买你的东西 你呢用人民币结算 你买我的东西呢用你的货币结算 对吧 这个对双方是有好处的 好 下面我们请第二位观众代表 老师好 我来自图库曼斯坦 我的国家在意大利亚县 想问问一个问题 是图库曼斯坦在意大利亚 不是这么有钱的国家 意大利亚都有没有钱的国家 有哪些好处 对没有钱的国家 一带一路有哪些好处 是个好问题 好问题 对这个问题呢 完全可以用最近 在杭州召开的G20会议 那个习近平主席的讲话 来做一个回答 因为他这次特别强调的是 基本建设互联互通的共享 也就是说一带一路本身呢 他并不要求在某一个具体国家 马上就得到回报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可能就理解了 为什么中国这个金融资本投资 他可以不要短期回报 正在中国向农村投的时候 2008年的金融海啸爆发 2009年转为全球需求下降 中国沿海是出口加工区 你生产了那么多的汽车 采电冰箱洗衣机 不能没有外需了 卖不出去了 于是乎多少万家企业倒闭 2500万打工者失业 这就是大危机 这个时候你们知道 中国是怎么化危危机的吗 很有意思 我们把出口退税的那13% 这个很多不学经济的人不知道 我们实际上是对所有的出口企业 给予13%的退税率 意味着我们补贴了海外消费者 为什么海外的消费者 可以买到这么便宜的中国货 就是因为中国是补贴了的 好了你出不去了 中国政府宣布 只要你是农民户口 你立刻享受13%的折扣率 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把过去补贴 发达国家的西方消费者的 补贴了我们的农民 对 这样还宣布说什么 我只一年 就这个优惠只一年 农民立刻就开始增加购买 你一下就把外需变内需了 但如果我没有事先 在农村推行基本建设 没有让农村和城市互联互通 没有互联互通共享 如果没有电 要电视干嘛 是啊 没有宽带 他买电脑干嘛 没有修路 他买汽车干嘛 没通水 他没法买起义机 对不对 所以基本建设 互联互通 实现共享 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中国能够化为危机 特别是2009年大危机 它能够稳定地度过 中国是一个季度走出 微型反弹的国家 我只下降了一个季度 第二个季度就上去了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 基础建设的互联互通 城乡之间的基本建设 已经互联互通了 所以一带一路 是把我们中国这种 在国内实现的经验 向中国周边国家 进一步发展过去 我想西方人很难理解 你们怎么会干善事呢 但是你想想 如果我们不干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实行整个 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 那我这么庞大的生产能力 我往哪儿去啊 总得通了路 通了电 大家能够共享了 我们的整个产能 才不是过剩产能 中国的实体经济 我们叫做产业资本阶段 才能继续维持下去 所以这是一个 对周边国家 都有好处的事情 希望你把我这个解释 带回去 好好跟贵国的老百姓们 讲一讲 人民币资产 转头到海外 构置成美元资产 您觉得这是好主意 还是收主意 以为你在国内是土豪 你出去还是土豪啊 苏联接记得 真正愿意 是什么 苏联就没有动力 去推进经济的货币化 福相伴能永远 福建能源集团提醒您 稍后更精彩 问老师你好 我是中大航的 集团的邢建峰 我们主营是做 国内给老百姓 做资产配置和资产管理的 我的问题是 大家知道前几年 李嘉诚先生 处置了一部分 国内人民币资产 转而去购置英国的资产 那现在看来 您觉得它是赔了还是赚了 因为呀 有很多金融学者 总是说人民币迟早会贬值的 所以建议呢 我们把一部分人民币资产 转头到海外 购置成美元资产 您觉得这是好主意 还是收主意 谢谢 是这样啊 你因为涉及到具体人 比如涉及到刚才说到 李嘉诚先生 这个对人行为做评价呢 是不礼貌的 我这样 我不直接回答你的问题 我换一个说法 就是今天这个中国很多 有了点余钱的中产阶级 自己在做叫做理财投资 对 他在做组合投资 英文叫做portfolio 他在做各种各样的 买一部分美人 买一部分欧元 也是不想把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 但是得告诉大家 中国现在仍然属于 实体经济货币化阶段 与其把你的财产 投资到虚拟的财富上 是货币资产 不如回过头来 哪怕短期没有收益 但长期看 中国是一个人口相对比较多 资源相对比较少的国家 它的资源 总之是值钱的 所以我还是希望各位 不要简单地 就自我异化于 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 还是要尽可能地考虑到 如何跟实体经济结合 做投资理财 另外一个就对外投资 中国现在是几乎短时间内 就变成了一个海外投资 最大的国家 但也别忘了 中国也是海外投资 损失最多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 我们相当多的企业走出去 他连海外 他的那个投资国的 基本国情 基本社情 文化 习俗 各方面全都不了解 以为你在国内是土豪 你出去还是土豪啊 抱着这个心态走出去呢 其实往往是 造成很多不良行为 甚至造成很多损失的 所以希望大家呢 既应该走出去 但也应该增加更多的知识 了解更多的情况 才能保证你的投资是稳妥的 你好老师我想问你一下 苏联节时候我还没出生 但这条事确实感染了 我的一家人命运 在你看了苏联节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谢谢你的问题 是不是有货币的问题 请坐 请坐 谢谢 其实这个 我跟这个苏联 或者跟俄罗斯 还是有点关系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就跟苏联专家住一个房间 那个时候因为我父母会俄文 所以我们家就有苏联专家住着 所以我很高兴你能提这样的问题 我们其实知道苏联是一直在产业资本阶段 相当有竞争力的国家 它的这个正是因为苏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 换货贸易的金户会体系 并且这个金户会的计划是由苏联为首制定的 因此苏联可以通过换货来实现本国的产业收益最大化 这样的一个目标 因此苏联就没有动力去推进经济的货币化 在西方 刚才郑老师说到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到1973年亚买加体系建立 西方开始进入突飞猛进的货币化阶段 从1980年开始进入资本化阶段 同时发生的是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 它改变了很多国际秩序 而在这一边 整个苏联东欧体系仍然停留在产业资本阶段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双方之间发生的这种互相竞争的关系 从数据上看 尽管它有庞大的产业资本的能力 但是统计数据上 显得双方之间的差别很大 所以我说呢 我因为我自己做过一些实地考察 也有很多人跟我交流 所以我形成了我的这个解释 我只是一家之言 我并不坚持 如果还有两个小时 我们还愿意听下去 金融问题至关重要 就像温教授您刚才说的 我们必须要把金融主权 货币主权牢牢地抓在手上 永不放弃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温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